在台湾 为庆祝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 中华民国全国总工会举办模范劳工表扬大会 马英九最后一次以总统的身份出席颁奖 一上台就感谢劳工朋友在各领域默默付出的辛劳 马英九说 谈及台湾的经济发展与表现 马英九表示 自他上任后 虽然遭遇到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三次经济衰退 包括2008年的金融海啸 2011年的欧债危机 与2015年的全球出口萎缩 但国际间对台湾的评比并未受到影响 马英九表示 费克曼基金会 他对全世界第29个国家的经济跟政治的转型进行调查 政治转型我们排名全球第三 经济转型排名全球第一 这倒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的 副总统吴敦毅与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也陆续到场为劳工朋友加油打气 获奖人余冠上台领奖并与之合照 此外 前行政院院长郝伯村等多位前国安及行政首长 5日搭机前往太平岛 但民进党立委等人 4日提案不得以政府的预算支应 对此 洪秀柱表示 郝伯村等人的身份地位具象征意义 前往太平岛也是要宣示主权 民进党立委此举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洪秀柱说 他们今天到太平岛去 是为了要彰显 甚至维护我们的主权 也维护我们渔民的一个权益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 因为这样冻结预算 让他们不可以去 而且或者说他自备去 难不成民进党政府 未来真的是要放弃太平岛 是属于我们的领土的 这样的意思吗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台北报道